生命的面向太多 我们要比较把握时间的 掌握几个面向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它在最初一开始做官的时候 第一首诗 各位看 这个是北宋 北宋的北方刚开始是聊 西北有西夏 那么宋仁宗的时候 范仲淹就是因为在西夏用兵 那么防守打仗有功 那么西夏用兵防守外患有功 所以被宋仁宗调回来 从事政治改革 那么各位看 宋西南是大理 这边是西夏 这边是聊 大理国 大家如果读过金庸小说 有一个段誉 对不对 那他就是大理国 那么还有一个乔峰 那么他的爸爸就是聊人 那还有一个西夏国的驸马 谁呢 就是虚族 对吧 那这个就是当时的这样宋朝 可是从北宋呢 后来又崛起了金 金把辽给灭了 那么金灭了辽以后 金灭了北宋 那最后呢 金又被崛起了蒙古 在这个地方又崛起蒙古 蒙古呢 又把西夏灭了 蒙古又灭了南宋 那最后呢 就变成了元朝 我们看南宋的地图 刚刚讲的西夏不变 可是呢 辽已经叙成了什么 金 而半壁江山没有了 这个就是南宋 所以苏东坡还没有看到 国家这个北宋 灰青二帝 这两个皇帝 被掳到北方的 靖康之难 那么他 但是他已经是 宋灰中的时候 扁到海南岛 那么从海南岛回来以后呢 不久就死掉了 所以他并没有看到 国家的半壁江山丢掉 但是 他在很年轻 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关心国家的政局 因为宋朝的文化极高 可是宋朝的北边呢 是外患最多的 有金 有辽 有西夏 最后崛起了蒙古 四个大外患 而宋朝由于宋派主赵光义 基于前面的 这个唐末五代 叫后梁唐靖汉州 这五个朝代的 这个皇帝呢 都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大将军出去跑贼 回来立了功以后 就把皇帝推翻了 五个都是这样 所以弄到最后呢 是后梁唐靖汉州的州 那么周王呢 派当时的赵光义去北方 去打仗 回来以后人家说他有皇帝的命 要他皇陶加深 最后他也把周皇帝给推翻了 那就建立了宋朝 那么他是比较有文化的 不像刘邦 刘邦是一个寝掌出身 没有什么学问 可是呢 他虽然是个武人 他有一点学问 所以他第一个 他喜欢文化 所以他大力提倡文化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他因为基于前面的五个朝代 都是将军把皇帝给推翻了 那他自己也是这么来的 所以他觉得不安 有一次就请这些开国的将领吃饭 说以前我当将军的时候 能吃能睡 现在也不能吃也不能睡 人家说皇上为什么呢 他说我们前面五个朝代 都是军人推翻皇帝 我也是这么来的 我并不心愿 而是你们说我有皇帝的命 要我皇后加深 可是现在呢 我想想我们国家 也有这么多的将领 将来也把我推翻了 所以我也做不完 这些人一听吓坏了 于是呢马上交出兵权 这个就叫杯酒是兵权 也因此呢 宋太祖赵光英就大力提倡文化 那么他举行科考呢 取用了很多很多的文人 所以宋朝的文人特别多 宋朝的音乐美术文学样样多 是中国的高峰 尤其宋朝的瓷器消到西方 消到欧珠去 明满天下 可是呢 这个 没有想到外患最多 那么苏东霍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写教战手册 就是如何战 如何守 提倡勇敢 可是今天呢 他没有看到他最后国家 北方终于被击 把这个灰青二地 辱到北方去 所以他有先见之明 知道早晚有一天国家会发生大难 那么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写这种叫战手册 所以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政治家 但是一生是不得知 我们现在看他 最早开始 刚刚一开始做一个小官 这个小官在杭州 那么他做什么官呢 简单一点就是官 官 专门管司法 地方官里面专门管司法 专门抓犯人的 那个官位很低 可是因为晚安时政治变法 把很多的国营事业 把很多民营收为国营 这个国营一收以后 原来很多的小贩 靠做生意的人 就会变成了犯法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如果国家原来 民间老百姓可以卖盐 可是如果国家规定 从现在开始 盐为公盈不能卖 那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世世代代卖盐 那他也不会做别的事情 突然之间 他再卖盐就变成违法 我这是举例 说明当时 王安时推行新政以后 有很多的是不合理的 缺少民意基础的一种新政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关了很多的监狱里 关了一种违罪犯人 用今天来讲就是 有点像比如说我们在高雄 或者台北 到处街头有摊贩 那摊贩呢 他不缴税 他赢头小利 赚一点生活 那你说你抓他呢 他说他有没有罪呢 他也有罪 因为街头 他又不开发票 他也有利 但是呢 为了生计嘛 所以这有点像祭祀 像这样子 那苏东坡就很同情这些人 那么过年除夕的时候 满屋子都关了这些人 那他呢 想要把这些人放回去过年 可是又怕他们不回来 那怎么办呢 他的权力没有办法做到 可以放人 因此呢 他就写了这么一首诗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来 他是一个非常爱民的一个官员 所以中国历史上 官员里面 最亲民 最爱民 最被老百姓拥戴的 就是他 我们看一看他写的诗 说除日当早归 官室乃建留 今天除夕 我应该早点回来 可是因为我做官呢 官室呢 被留下来 子笔对之气 哀此戏中求 我拿起笔来判这些人罪 我醒不下去 对之气 能掉眼泪 什么官员要判人家小罪 判人家罪要关起来呢 会掉眼泪 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 子笔对之气 哀此戏中求 让我觉得很不忍心 这些人被关 小人迎猴粮 舵枉不知秀 那这些人呢 不过就是某些生计 猴粮呢 本来是干粮 在这里就是 某一些生计 那么 窦网不知秀 悟触法网 他们也不知道害羞 也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就犯罪了 我义练薄露 应寻师归秀 不虚论贤 与军事未时谋 谁能占重钱 宁然窥前秀 他说我也不比 他们高明多少 我虽然做个小官呢 我也是为了薄露 就是为了吃饭嘛 这当然是谦虚 苏东坡家里边呢 颇有一些甜产 那他回去吃饭 如果种田 他是可以 而且他小时候 就种过田 养过牛羊 而且他还蛮善于 养牛羊的 因此呢 他不至于 没有粮食可以吃 但是呢 离开家以后 饱读诗书 就是希望 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所以他说 我义练薄露 是一个谦虚的话 因学隐师归修 我 哎呀 归修是什么 就是说我 没有什么才华 也没有什么能力 我这种人 应该是什么 归 就是回归 不要做官 修 别做官 那么 可是呢 我练这个薄露 所以英雄苟且 这当然是谦虚的话 不须论贤 与君士 为师谋 我们现在不要论说 谁是贤 谁是鱼 他说 大家都是为了谋食 吃饭 谁能占重钱 敏然亏钱 他说 可惜我的官位太小 我没有办法放他们 暂时放他们回去 因为今天是除夕 放他们回家过年 我想这样做 可是没办法 我没这个权利 谁能占重钱 敏然亏钱 可是我在读古书的时候 读到古人有做高官的人 那么死前把这个死囚牢放回去 跟家人见了面再回来 也有过年的时候把这个死 把这个犯人放回去 过了年再回来 古人有这种前嫌 可是我今天没有办法做到 我自己感觉到残愧 叫敏然亏钱修 这样看起来 苏东坡的确是一个非常爱名的 那么他在杭州做官的时候 曾经杭州瘟疫 瘟疫成立我们中国第一个公立医院 那么这个公立医院 是皇后老太后给他的黄金捐出来 然后因为死很多人 所以他就把附近的名医都掉了 然后成立一个公立医院 施药 最后救了很多人的性命 那么他曾经在徐州 徐州做官 徐州黄河发大水了 河水淹到徐州这个地方江苏了 那么因为黄河 在北方水淹到他这里来 当时他做徐州这个地方的最高指挥官 有钱的人就要逃 他下令不准逃 连他们自己的家卷都摆在城里 让年轻人出来 第一个把城门都关上 然后把水 水就是会从城里进去 所以先把城门堵上 然后垫土 用沙包了 那沙包护起来以后 让水不会进到城 然后再派将领 再派军队去输郡 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 终于把这个水输到了 那徐州城就保住了 但是留在徐州外面的 这个黄泥堆积如山 那怎么处理呢 因为黄河的水本来就有泥沙了 于是就把这些泥沙带成一个楼叫黄楼 所以他在徐州抗洪 那么最后用这个泥巴盖了一个黄楼 这个黄楼是他在徐州的一个政绩 那么苏东坡 他是这样一个 比如说吴宗田富太 说今年耕道守苦时 树见双风买几时 那今年的耕道 就是道米了 守苦时来得太晚了 成熟得太晚 树见双风来几时 为什么今年又多双又多风 双风太多了 双风来时雨如泄 那么双风来的时候呢 下雨好像倾盆大雨如泄 八头出峻连生衣 镰刀都绣了连生衣 八头呢就是除地的这个锄头 那锄头长除菌 那么镰刀呢生了青苔 眼哭泪尽雨不尽 农民可怜了 农民可怜了眼哭泪尽 可是雨却不停 忽见黄碎 忍见黄碎握青云 那么看到自己种出来的那个税 稻稻呢 都握都躺在青泥上 忍见黄碎握在青泥上 毛瞻一月笼上树 天时户稻水彻柜 农民怎么办呢 就临时在田笼旁边盖一个茅草棚 茅栈就是茅草棚 在那睡了一个月 在笼上呢不回家 然后睡在田边睡了一个月 护他的田 所以天秦护道随车归 到了天秦的时候呢 就把收成的这些稻子呢 随车而归 下面 汗流肩枕再入室 嫁见其余如康熙 可是 市价 那个便宜的不得了 不知钱 所以汗流肩枕 肩膀都压红了 拉那个牛车呢 挑那个担子呢 肩膀都压红了 身上全是都是汗水 可是价贱其余如康熙 可是 盗卖 那个盗谷卖的价钱呢 好像那个 最贱的康熙 就是米康呢 那么贱 为什么呢 卖牛纳税 拆乌吹 率钱不及 民免计 最后农夫都把牛卖掉了 那牛卖掉去缴税 因为不能不缴税 那怎么办呢 他就只好把牛卖掉了 然后呢 煮饭没有柴火怎么办呢 柴屋子 把屋梁 把屋子里的木材 柴下来 柴屋子卖牛 率钱不及民免计 难道这些人 没脑袋吗 怎么可以卖牛 怎么可以拆屋子 煮饭呢 没办法 顾不得了 率钱就是顾不得了 因为什么呢 肚子饿了 国家的税被逼得不能不缴 率钱不及 明年及 所以顾不到明年还饿 官金要钱不要米 西北万里遭墙儿 现在我们国家在西北 要用兵 要打仗 因此呢 现在国家定的政策是什么呢 只要要钱不要米 因为要钱不要米 所以米没有价钱 米卖不出价钱 就弄到最后农民可怜 因此说 拱黄满朝人更苦 不如雀作和国府 拱黄呢 是古代的两个官员 因为限于时间我就不讲 这两个官员呢 爱国是爱国 可是呢 他们所想出来的计谋呢 都最后造成了国家的误国 就是并不是他的动机不好 而是他不了解民间疾苦 所以弄得很多的政策 弄得民不了身 那叫拱黄满朝人更苦 所以今天我们北宋的朝廷 也是很多这种人 很爱国 可是弄到最后一个国家很惨 那么 所以叫不如雀作和国府 和国是什么呢 古代认为黄河每一年泛滥 那么黄河有个河神 这个河神呢 泛滥就是他发脾气 为什么发脾气呢 他要人家献 所以每一年呢 泛滥特别厉害的地方 要献一个美女 给他娶媳妇 这当然是一个荒谬的 可是呢 这个乡下的老百姓却相信 所以宁愿死一个人 不要死一村人 因此呢 这个本来是一个愚昧的事情 可是呢 老百姓宁愿死一个人 不要死一村人 可是现在呢 他是这个 他在讽刺晚安时的新政 这些新政造成了很多老百姓的痛苦 举个例子来说 他有个青鸟法 就是说 青黄不接的时候 老百姓 那 要扎秧了 可是 没有种子可以去扎秧 都吃掉了 那怎么办呢 好 那向谁借呢 国家借给你 那么 你向国家借钱 很低的利息 然后呢 你借了 借了以后呢 你可以去买种去查样 这本来是一个好的政策 可是因为晚安时 第一 他太急 第二呢 他用了很多小人 只要你反对他的 他都把你撵走 所以弄到最后呢 正台的人全部都离开 那么身边就围了一堆小人 那这些小人急功近利的结果 就逼着每个地方的首长说 攀派 就说 这个新政下来了 清苗法 你要向国家借 那老百姓借的越多 那么就表示这个州 这个州官 这个地方官 政绩最好 就要打成绩 那怎么办呢 就好 你们不借 不借不行 非借不可 本来人家不需要借钱的人 倒是又要借钱 为了政绩 或者呢 不是农人 他本来是清苗法 那商人呢 假借农人去借钱 那国家的利很低了 那转手把这个低的利借来的钱呢 用高利借出去 赚这个价差 那看起来好像很多人在借钱 可是呢 帮助的很多是商人致富 却让很多的不需要借钱的农民借钱 像这样子当然会造成老百姓的痛苦 那么苏东坡呢 就用这首诗来讽刺当时的新政 所以叫拱黄 拱黄满朝 然后呢 不如何国之富 所以叫拱黄满朝 拱黄满朝 人更苦 不如却做何国富 好 下集